健走是最便利又能为健康带来好处的运动 很多人会以日行万步当成目标 对此,明胜医院研究副院长江坤俊表示 根据研究指出,每天走7000到8000步 就有很好的效果 他并强调,速度快,不乏大,比走几步更重要 对于提升心肺功能,预防老年失智,皆有正面影响 江坤俊在江批一键时提到 日行万步的说法要追溯到1964年东京奥运前夕 当时因为提倡运动,就由厂商推出记步器 由于日行万步比较好记 便宣称此举可消耗更多热量,对身体健康有益 江坤俊接着说,但根据最近研究时证 其实不用走到1万步 每天走7000到8000步即可达到良好的健康效果 不过有二重点必须掌握 即速度快,步伐大 至于走路速度要多快 江坤俊说明,每分钟要走120步 借此使心跳加快 有助心肺功能提高 另外注意不要以小碎步的方式行走 他指出,步伐因跨大一些 每步要到65到85公分 根据日本研究指出 当人大步走时,需要较多的身体协调性 对脑部健康有所注意 从而降低罹患老年失智症的风险 除了上述两点,复健科医师侯中保补充 走路姿势也很重要 像是内巴或外巴都是错误的行走方式 前者恐增加髋关节压力 进而造成退化 后者则会增加膝盖半月板及韧带压力 导致退化性关节炎 他建议正确的走法 脚摆幅度应维持外转15到30度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